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講一個叫做幸存者偏差 其實很多成功的企業還留在那裡的時候 那些掌陀人都會有一個偏差 覺得自己的成功一定是對的 不會向一些失敗者去學習 看他的死因是什麼 在二戰的時期 有一個德國的統計學家奉命去改良那些飛機的設計 他就問和那些指揮官談 那些指揮官其實就是成功的幸存者 他就告訴大家 一架飛機裡面最容易被人打倒的就是那個機翼 頭和尾就是較少被人打得到擊中的地方 那他想增加那個保護性能的時候 那個指揮官就覺得應該加強在那個機翼裡面 而那個統計學家就覺得應該就不是了 因為打中機翼 機會率翻回來地面 那個機會率是很高的 反過來如果打中了頭和尾發動的地方的時候 那個回不了地面 就是整件事爆炸的機率就會是很高 那大家的看東西就不同了 因為那個指揮官看的東西就是成功那一面 而那個統計的人就是看他失敗那邊 就是看他死因那邊 那就是說我們要去看一個企業去想的時候 不要只是想成功那些人的個案 我們都還要看那個行業的死因是怎樣 那我記得之前內地有一個叫做 經濟寫很多書 一個叫吳曉波 寫了兩本叫做大敗局 第一集和第二集 那講很多不同的失敗的故事 就包括利達行的創辦人鄧志仁 也都講八百半 那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鄧志仁就很吸引 因為他是香港人 我又見過他 又從事地產代理的行業 那都很令人有發人心醒 就是知道他有些什麼做得不對 令到他本來應該如果他繼續下去的時候 根本就不到中原美聯那些座大 這個是一個時勢問題 那這些死因研究其實 是對於一個企業成長 是一件好事 就是可以引以為戒 那不要經常想 還能生存到他贏在哪裏 都要花一點時間 研究一下輸的究竟是輸了在哪裏 看看可不可以引以為戒 或者令自己更加改進 今天就想說這個幸存罪就到這裏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